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就是坤的陈总经理 陈坤权总经理来这边 就是接受我们的采访 对那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说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个坤 然后您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因为我是在南投山区长大的小孩子 那小时候呢 跟父母去台北 拜託亲戚找亲戚 那当然那么远的路途 我们就会找个饭店来住 那时候住到饭店里面就觉得 哇这个饭店的大厅也好 或者房间都是比家里漂亮很多 所以小时候就对饭店 那种美丽还有温馨的感觉 印象很深刻 可是想说如果长大 能够在饭店工作的话 那不知道有多好 那后来呢很幸运 我当面退伍之后 就到一家建设公司 它有饭店的一家建设公司 那当然饭店有很多维修 因缘机会又接触到饭店 所以就让我更想要能够创业 来拥有一家饭店 这就是大概我想要创业做饭店的一个开始 哇很棒耶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从小到达的梦想 是啊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昆他的特色吗 昆 我们的饭店呢就希望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就做得比较悠闲 所以我们饭店有三分之一的房间都有阳台 那每一个房间通通都有大的落地窗 那我们饭店呢也是退缩 退缩了大概十几公尺 不会这么零路的拥挤 都会有一个迎宾的地方 那屋顶还有Sky Lunch Bar 是让客人可以逛完街之后再上来享受放松的地方 那还有Spa 如果天气炎热 逛完街比较烦躁 都可以去哪里泡泡澡 哇真的很棒耶 因为在逢甲夜市就是等于说是在一个一级战区里面 那能够有这样子好的公共设施跟服务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对消费者来说是很棒的一件事 那就是在这样子的创业历程中 就是陈总觉得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那您又是怎么样去坚持到现在 要创业 就是要突破以前的环境 那以前是属于上班族 那突然之间要创业 就会遇到资金的问题 那要盖饭店也会遇到土地的问题 那当然资金的问题一开始 可能就要从亲朋好友来下手 可是刚好环境背景不一样 创业的背景跟我以前工作的背景是不一样 那当然就要努力还是要努力去找 因为没有资金 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那当然就运气也很好 遇到了念书的同学还有学弟 他们一样跟我有饭店梦想 想要一起来开创这个行业 所以这个也解决资金问题 那在土地的问题就是 也遇到土地重化 在冯甲附近有土地重化 才能够顺利有这个土地来盖饭店 那当然创业就是一步一步走 那盖房子是我的老本行 所以问题比较不多 但是盖好之后饭店已经好了 要面对的就是经营 那工程背景呢 我要做这个饭店经营 这个就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毕竟饭店算是一个服务业 那工程呢是属于比较严苛的一个制造业 那这两个行业 这管理模式 沟通模式 经营模式都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并不是那么熟悉 甚至导致整个团队有一半的人离开 整个主管群也几乎全部都离开 那当然这样的情况之后 自己就要静下心来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那不同行业就要把自己归零 重新再学习 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走到现在 感觉的让沉重 其实在过程中 就是有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困难 但是就是也是在这过程中 去累积一些经验 那到现在 然后跨领域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觉得很勇敢 而且就是也让您去 对自己其实去做一个新的学习 就是会让人就是特别的佩服 对那就是在陈总这边就是想要请教您 就是在昆的 它是饭店业 那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在冯价里面的一个指标 那您希望就是这个昆 它带给顾客什么样的价值 以及就是您希望它给大众的品牌影响是什么 我们昆的英文是KUN 那是由三个英文字母单字组合成就是 No, you and need 了解客人的需求 就是了解您的需求 这是我们饭店的一个服务的种子 所以就直接把它当成我们饭店的名称 那我们因为是在冯甲夜市 那冯甲夜市会客人会来冯甲夜市 当然就是想要体验一下冯甲夜市的一些它的迷人 它的魅力的地方 所以我们饭店就会开始来制作一些有关于交通的指南 或者是这个美食地图 推荐冯甲最知名的 或者我们帮它做一些组合 有经济型的豪华型的 比如说最简单的49元的 比较豪华的是99元的 还有这个奢豪品的大概199的 我们要帮它做推荐 那另外就是 因为要在冯甲 这是一个很竞争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夜市或饭店 现在冯甲应该是全台中市最密集的一个饭店的聚落 那要在这里经营竞争 就一定要有不一样的一个饭店的一个风格 那我们饭店每一个房间都有大的落地窗 也是每个房间都有免治马桶 那我们的空调 这个在这次疫情还没来之前 我们大概就想到要用独立式的 而且我们新管都是用冷暖便品 其实到了冬天有霸王级寒流来 我们还都可以提供暖气 这让客人感觉到非常的温馨 那另外 饭店最怕的就是一些味道 那尤其饭店是属于完全密闭式的一个空间 那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房间都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活动窗打开透气 那也有客人可能不想打开这个窗户 我们每个房间都还做了新鲜空气的系统 可以引进新鲜空气进来 让房间比较不会那么闷的味道 大概我们提供比较好的一个硬体 提供比较好的服务软体 让客人能够住进来我们饭店 能够觉得比较舒服 那还有我们能够来担任这个冯甲的小小的一个导游 来介绍我们的特色的地方 大概是这样子 哇 听得出来就是坤其实对顾客真的很用心 而且在于这个 我觉得饭店也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其实不只是对于空间或者是建筑的这件事情 而是要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去 包含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还要做到道楼 然后去了解周围的指南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特别的用心 那就是在坤的话 未来三到五年 有没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是就是目前着手在重备的 因为我们饭店在开幕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属于饭店 观光最繁荣的时候 那时候陆客团体相当多 那台湾也是在那个时候呢 入境人口有超过一千万人 成为世界的观光大国 那我们的客源群 一直是有团客 还有散客 那国人跟海外都各在一半 那我们目前未来的一些计划呢 会比较着重在散客的一些服务 增加跟客人的互动 多了解客人的需求 所以我们未来会着重在客人 在预定房间 预定我们饭店的时候 那能够多去了解客人 这一次来台中 这次来逢甲 或这次入住饭店 有哪些的需求 那在我们饭店能够做得到的地方 我们尽量去做 做不到的地方呢 我们会研理未来如何帮助客人 来完成他所想要的一些需求 这是我们未来三到五年的一些计划 也是很值得期待 就是在于顾客的这个部分 就是提供不同方向的服务 是 了解 那这样子最后一个问题 想要就是请教陈总 因为您在这个产业界 也算是就是有经验的前辈 那就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台湾其实是一个观光大国 那其实会有很多人 他可能想要参与这样子的产业别 那如果是您的话 会给这些后辈 什么样的一个建议跟分享 台湾在过去的十多年 因为观光发展 突然间变得很繁荣 也很快 那当然密度已经比较高了 那如果还想要有饭店梦想的朋友们 那我会建议 还是要本着饭店要有特色 那要有优质的服务团队 然后对于客人的需求方面 要更有耐心去了解 跟帮助他们 这样的话不管景气如何 如果这个服务业 尤其在饭店业 这样有很好的一个 这样的硬体软体的话 那才不会有失败的 这个情况发生 了解 那今天真的很高兴 可以邀请到程中经理 来我们分享 我觉得就是在过程中 还是可以感受到 您那种就是年轻的心情 然后对这件事情 它的一个热忱 跟就是您的用心 很感谢今天来 谢谢